在这个劣迹艺人的背后 还有个疯狂的饭圈 中国官方大道阔府 整顿娱乐群乱象 近日网络又疯传一张 劣迹艺人名单 斗大写着 全渠道封杀有政治问题的艺人 并总结归类三大原因 包括政治问题 违法乱纪 施德施犯 其中政治问题名单第一个 就是他 赵薇不仅被翻出 日本军旗装装扮 也传出和马云关系紧密 还被指控和丈夫 涉嫌成立空壳公司 收购上市公司 官司缠身 而名单上一共25人出了赵薇 违法乱纪方面 则点名吴亦凡 范冰冰 房组名 甚至贺见台湾艺人也入列 我做了最坏的示范 最坏的影响 曾经拿下金马奖的柯震东 2014年西大马被抓 之后在中国遭到封杀 沉寂多年 至今仍在猎击艺人名单上 尚未解禁 至于施德示范 杜瓣指的是 私生活不检点出轨 包含外遇的李小璐 吴秀波 但有分析认为 官方实则看不惯 明星无法无天 自以为有特权 加上习近平高喊 共同富裕 同时打击自由思想 强化钳制管控 借此巩固政权 无论用意为何 一旦被北京盯上 恐怕逐渐销声匿迹 再也回不去 三迷新闻 全部报道 帮助 手 总共同富裕